有經濟學家認為 中共當局現在又要實行寬鬆貨幣政策 來刺激經濟 原因是因為它沒有達到經濟預期 它不是將資金投給中小微企業 而是針對它掌控的製造業 中共沒有放棄中國製造2025的戰略 近日中國國申辦舉辦2021年金融統計數據新聞發布會 這些也是中共央行舉辦的開年首場發布會 根據官媒報導 關於穩字 官方提及36次 在發布會上 央行副行長劉國強承認 當前經濟面臨三重壓力 他提到將貨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大一些 避免信貸踏荒 中共央行曾於2021年7月 同12月分別兩次全面降準國0.5個百分點 釋放長期資金2.2萬億元 降準後 當前金融機構平均存款準備金率是8.4% 對於央行下一步降準的空間和可能性問題 劉國強稱 下一步進一步調整的空間變小 但仍然還有一定空間 在上述發布會上 央行副行長劉國強看到 未來將加大對小微企業 科技創新 綠色發展的信貸支持 中共官方一直將4,000多萬家 小微企業視為經濟支柱 小微企業倒閉潮 必將衝擊中國的GDP 但根據《華盛頓郵報》獲得的數據 2021年前11個月 約有437萬家中國小微企業 永久倒閉 中國工商信息查詢平台 天眼查的數據顯顯示 2021年平均每月 有超過39萬家小微企業注銷 根據這個數據估算 2021年全年注銷的小微企業數量 幾乎是2019年的2倍 2018年的10倍 中國企業注銷的背後是 在中共當局嚴厲監管下 以及受疫情清零影響 大規模限電政策等因素的影響 中國的經濟遭遇了嚴重的衝擊